好 最新消息来跟大家来念一下 这是中时电子报的一个讯息 网路上的一个讯息 张显耀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他甄讯一个多小时之后离去 那么现在这个案子可能会转为真资案 是限制住居的还是涉嫌泄密罪 那么张显耀的回应是什么 他说未来将随时配合检方的传讯 最重要的 他说有太多的流言抹黑恶意中伤 完全不是事实 另外大家关注了他得罪了哪一位 他说大家心底很清楚 这个张显耀是不是又要来一个逆袭part 3 基本上如果改真资案的话 应该是罪证比较清楚 但是应该是可以被判断说 张显耀的泄密叫一般泄密 它不涉及到国防机密 所以才会今天有所谓的改真资案 然后列为被告限制住居警回 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张显耀很明显面对这个结果 依照他的一个讯后的发言 我认为他应该会继续逆袭 甚至不排除继续接受专访跟上电视 可是警回是不是表示 这个刑则上不是那么严重了 如果是非国防机密 那应该是三年以下 因为有判过大概是两年 那问题就是说是一案一罚 那不知道他有多少案 那我不知道今天调查局 是不是有充分透露这些讯息 因为调查局总要秀一个 什么文件给他看 说你就干了这件事 然后类似这样的事情 我们搜了十几件 那他心里就会有点胆怯 可是有没有讲到这个程度我不知道 可是就他一个政务官的角色 这样来看的话 只要已经变成真治案 代表说有相当程度的资料 显示说他有做类似的动作 任何一个政务官员 只要有做不要说几件 做一件泄密的事情 他去指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再来张晓耀并没有说 检调单位给他的资料是假的 他没有说检调单位 把他变成真治案是不对的 我们根本没有泄密 不应该把他办真治案 他没有这样讲 他说随时配偶调查 而且他是被限制居住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 从这个角度切入 任何政府官员一件泄密 就应该去指导 可是发展到现在台湾 会不会成为孤岛 很简单的说 成为孤岛可能性当然很高 现在已经成为准孤岛了 那将来的发展 如果继续两岸的协设中断 那台湾必成孤岛 如果永远可能要交代他以后 那个机密的防守的流程 那大家对他会告别